制造会估计2015年台湾电子商务市场产值高达1兆069亿 所以拥有实体店面的百货业者 现在也积极投入开发购物网或者是购物APP 这些都是在网络商店看得到的 然后价格也蛮优惠大概是3到5折左右 货位上摆满了巢鞋 店员介绍着这一季最新的流行 想要shopping不一定要到现场 懒得出门手机滑一滑就能轻松购物 东区知名百货筹备半年 推出线上购物商店抢供网购商机 百货大站从实体延烧到虚拟通路 另外一家业者则是在母亲节前夕推出购物APP 结合第三方支付服务 打开APP就能看到正在促销的产品 不只如此 结好了账 想要宅配还是到店取货都OK 客人在离店之后 甚至在店的打烊之后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APP上面做一个消费浏览的动作 百货业者积极开发虚拟通路 就是因为百货业大多在晚上九点半以后必电 但电子商务却没有营业时间的限制 可以24小时不打烊 弥补消费者在离风时间的购物需求 因为比较快 然后其实挑东西比较好挑吧 我觉得比较便宜 因为它在打折的时候免运费 优惠也比较多 比较划算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资测会也预估2015年 电子商务市场产值将突破 一兆零69亿元 比去年成长14% 展望明年还会再成长一成多 来到一兆1277亿元 对照今年百货业营业额只有3200亿元 足足多了两倍多 也难怪百货业者纷纷抢劲 因为行动上网方便快速 加上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 强大的行动需求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形态的顾客 网购和行动购物平台 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尽管电商现在看起来 已经有点规模 不过相对它未来 在我们生活上扮演的角色 这个也还只是开始而已 光是台北就有30家百货 百货业竞争相当激烈 在电子商务来势汹汹的情况之下 未来会不会像大陆 美国的百货零售业 被网购排挤之后 业绩逐渐下滑 而在电子商务逐渐崛起之下 台湾百货靠着积极转型 像是引进新品牌改装楼层 还强化电影院娱乐区等设备 加上知名餐饮部门进驻 小小的台湾虽然有80家百货 却仍然能各领风骚 走出一条新火路 TVBS新闻 秋伟兄弟裴军 台北采访报道 能等于一条新火炎 优优优独立